今天台股大跌了255点 但是大人哥之前所提过的副方媒 今天是逆势上涨 而且还创下历史新高 是 所以最近的行情不断跟大家提醒 叫做选股不选市 指数震荡 好股票依然非常之多 还有哪些精选好股票 请看今天朋友解盘 欢迎收看忍者无敌 大家好 我是诗伟 在我身边的是连诈骗集团都喜欢的 陈坤仁分析师大人哥 这样介绍有点怪怪的 诶 诗伟 但真的啊 每一支影片诈骗集团都把它拿去做运用了 我们已经把它下架了 下架了 下架了 好 来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人哥 好 真的是要很谢谢大人哥 因为您上礼拜五在节目当中 提醒大家可以留意的电子股 今天台股的大盘虽然是下跌 而且跌了200多点 但是这些电子股全部都是逆势上涨收红的 那除了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副方媒 还有哪一些的股票 赶快告诉我们 好来 请看一下这个画面 因为其实上礼拜618 礼拜五的时候刚好 我们就在聊副方媒 其实跟大家讲说 副方媒可以留意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电商的个股 甚至它今天的话也大涨了8.22% 然后创下了历史新高 盘中一度到1600多块 好厉害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的是 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 有很多现行整理完毕转强的 比方说像是电动车 这时间点我觉得有机会来做发动 比方说像这个礼拜 鸿海他们准备要开MH的会员代表大会 所以比方像上礼拜有跟大家提醒到的是 像是以胜KY 今天也上涨了3.95% 那另外同样系列的是特斯拉 那特斯拉今天的这个经典代表作 这个352的同志 今天有一度涨停板 那中场还上涨了9.66% 所以好股票非常非常之多 同志等他等好久了大人哥 有这种感觉 终于启动了 电动以胜KY也是啊 是 不过所以这个时间就要告诉大家说 这个时间可以看到很多 默默正在转强的电子股 有机会来做接棒演出 所以甚至像是今天的话 这个微风 那今天盘中一度又再度去做涨停 那不过呢 尾盘这样杀下来的话 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花时间 再跟大家做深入的说明跟介绍 告诉我们到底微风电子在涨什么 为什么这么的强势 好 再见今天的台股之前 请大家先拿起手机 赶快先加入大人哥的 Lineate跟Teregram 每天早上7点钟 你一定会收到大人哥 精心撰写的台股的盘前解析 帮助你快速掌握今天台股的重点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请大家赶快加入 另外也可以请大家 来订阅大人哥的频道 YouTube请搜寻 陈坤仁分析师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我们的YouTube频道的人数 一直屡创新高咯 有这么多人订阅的频道 真的是很难得 优质的好频道 请大家一起来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的时候 要接收全部 这样才不会错过所有的节目内容 另外如果你想要加入大人哥的会员团队的话 也可以直接拨打来接下我们的同仁 0800668085 如果你不想要再错过许多好的电子股的话 请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了 还有下一页可以看得到的是大人哥的粉丝群 有这些不定期的好康 专属的盘后解盘教训影片等等 请大家只要加入大人哥的 Liant 小老鼠 DA REN 8888 就可以有这些的好康了 好 赶快请大人哥来讲一下今天的台股 好 讲台股之前 我觉得要先讲一下美股 因为礼拜五的美股确实是比较震荡一些 那为什么会震荡 主要原因有一个是因为事务日 那事务日其实是衍生性商品的 每季的结算日 那所以这个震荡叫做是必然 但是另外一个叫做是FED 最近有释出一些提前升息的这些预期 然后让美股在这个礼拜五 或说在最近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大幅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过程 甚或是左上角的道琼指数 那之前你应该没有看我画这条水平线 在礼拜五的时候 应该说礼拜六清晨台股的台湾的时间 那也看到竟然道琼跌破了 从4月以来的这样子一个头部区 那这个现象 我务实坦白讲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可是往另外一个方面想的话 刚好可以测试一下这个时间点 FED会不会又来重新再做改口了 因为他们之前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说那就释出一些讯息 然后就告诉你说 可能要做一些调控了 那比方说要把钱收回来了 这种预期了 那结果没想到行情一震荡之后 他就跟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还要持续宽松货币政策这样一个观念 所以道琼的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稍微这样的留意 那左下角跟右下角的 那是一个指数跟废半指数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到目前为止 依然还在所谓的创新高的这个过程 甚或是一样是在高档震荡的那个过程 那所以我觉得台股现在目前的方向来说的话 跟NASDAQ跟废半指数的联动性 是比较高一些些的 所以在这样状况来说的时候 废半跟NASDAQ依然是震荡偏多 所以台股的部分我觉得一样是可以震荡偏多来做看待 那不过呢 当然就如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 今天大盘加減指数今天下跌了255点 那为什么会下跌255点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像是台积电就跌的蛮重的嘛 因为它今天跌了20块 光光台积电一档个股就可以贡献今天大盘大概170点左右的跌幅 然后另外像是联发科 像这些电子全资股都是比较重一些些的 大人哥快速举手问 台积电的那个下跌是不是跟因为外资调降 它的平等到580元有关系呢 我们这个等一下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但是我觉得有更重要的部分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我们就赶快把这个最重要的部分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来那个电子资金比重今天回到4成左右 然后另外的话呢 那个强中强的航运 那今天依然还是有40%的这个资金的比重 那钢铁就是相关原物料的话 就是比重已经有一个明显下降的过程了 那我先讲一下 因为毕竟航运真的是最近的一个最夯最热门的题材 那因为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的节目好像有讲一些些内容 让我们都是朋友有一些提问 那我直接把我们上礼拜的提问来分享给大家 那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在关注的这个方向 就是航运的领头羊和航运的 货柜航运的领头羊和所谓的散装航运的族群性 带来的这样一个资金的这样一个过程跟效应 那这位是lovematch这位投资朋友 这也是我们投资朋友 他问说 其实礼拜五那天他是航运的那个域名 先拉涨停板比万海还要涨 然后呢 其实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那他问我一个问题是 货柜和散装是一起看有准吗 那我觉得应该是在我们节目里面的时候 没有跟大家讲的这么样的深入 不过既然有人提问了 我就跟大家再讲的更细一点点 我这边讲的叫做是 散装航运跟货柜航运 它不可以一起看 真的是不可以一起看 因为货柜是货柜 然后散装是原物料为主 那可是这时间点会发现一件事情 叫做是 散装航运竟然叫做是整个族群都在动 像今天的整个就是整个族群 九档个股全面涨停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来说的时候 就大家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叫做是族群性在动 表示资金在里面 资金在里面就表示 它依然是属于一个强势的族群 所以这个是今天 我觉得很明显的这样一个现象 好 这切一下给大家看 来 今天的行 今天散装航运涨了9.93% 等于是全面涨停 对 那另外的话呢 货柜航运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货柜 你就直接看万海 那万海只要没有挂掉的话 就是整个货柜航运也会续墙 像今天的话 这个货柜族群 万海依然是涨停板 然后另外的话呢 阳明跟长荣今天分别是上涨6%和8%多 那也让这个资金比重 维持在航运上面有高达 4成以上的这样的水准 可是我这边要讲一句话 就是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历史 是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的 那我再讲一句话叫做是 如果你看最近研究报告 像那个宏远证券 宏远证券它就是最早最早喊航运 喊这些相关的这个货柜族群的 然后它最近不断不断的在调高它的目标价 那它调高的目标价的过程里面的话 你如果看一下细部的内容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是它已经是几乎是调无可调了 基本面都已经是该调都调过了 它现在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调 所谓的股价净值比 比方说它现在目前喊最新的万海到272块 那它就在喊说 那个股价净值比有可能从3.9 然后到5.1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所以它也在看资金 它这时间点对于所谓的基本面来说的话 已经是一个 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这样一个状况了 可是这时间点如果资金还在里面的时候 那资金会带动这个行情的上涨 或者资金会带来这个所谓的 平价的一个往上调高 那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航运股 货柜航运也好 散装航运也好 都在走这样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航运的部分 跟大家在做相关说明 那电子股的资金比重来说的话 现在目前的话维持在差不多接近4成左右 就有点像是想要接 然后但是又接不太起来 的这样一个感觉 可是这时间点依然可以看到 有一些默默开始转强的这些 现行整理完毕转强 或者是下半年依然趋势成长 或者是下半年正在进入它的传统旺季 的这些电子族群 正有机会默默地做接棒 所以是大盘的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今天我觉得大盘这样子 虽然是这样下跌 可是如果回到所谓的K线来说的时候 它大方向一样没有改变 就是17300点以上的压力依然沉重 可是在拉回的过程之中的话 我觉得拉回首稳 这是一个还蛮不错 有机会可以留意的下一个买点的出现 好 那我请大人哥赶快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今天在盘中 微风电子一度涨停 而且大人哥也赶快截图 分享给我们的所有粉丝跟会员朋友 跟我们来聊一下微风电子到底在红什么 因为大人哥是全市场第一位 看好微风电子 而且其实微风电子的股价下跌的时候 大人哥也对他不离不弃 依旧看好 现在他不仅扬眉吐气 而且还创新高 是 我觉得那个就是 因为我之前一直有不断提醒大家 微风我是看好非常看好的这样的个股 那我记得那时候他在去年的12月24号 他转上市那天 我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包含了像是中时电子报也专访我 然后甚至我也跟我们公司 肉依也有拍那个一个 就是IC设计微风的这个影片给大家 那因为我真的很担心说 如果大家看到我的影片 就马上跳下去买的话 你恐怕会买在那个不是很好的点 因为微风它的股性非常活泼 然后微风的话它叫做赶涨赶跌 所以如果你真的之前追高的话 我没办法告诉你该怎么样做操作 可是到今天为止的话 我相信看我们之前的节目的分享的 投资朋友的话 应该是全部都获利的 那因为他到今天为止的话 已经算是创下了波段新高了 这样子一个位置 那微风我先说一下 就是即使他在下跌 我一样看好他 所以为什么敢看好他的 主要几个原因跟理由 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 原因是因为他就是趋势成长 因为他是做USB4 IC的这个部分 那这就是因为下半年包含了像是 你看得到的像是iPad的这些相关的接口 或者像是他新的MacBook这些相关的接口 也都全部都要改用到USB4 所以从Apple要用 然后甚至像是我们现在看到 最新的其他的相关的旗舰机也都要用 所以包含Apple包含的手机 全部都要用改新到USB4 所以这是很非常明确的趋势的 所以盛获是我在用快速复习的方式 来 那个讲到威风之前 我先讲一下投信作帐这件事情 到今天为止依然还可以看到 很凌厉的投信作帐股的出现 那这五个很重要的指标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 所以赶快用快速的带过 像今天的你看像今天的金硕 到今天为止还在创新高 那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他就是实随之位 Q1的时候做过 他就是一个现行轻飘飘 大家都不敢买的金硕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 他继续做 继续买 继续创高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现行 或者是说投信 正在积极去做作帐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另外的话 同族讯的金可8406 今天也是那个也在创高 今天一度涨停 那这个也是 那个引先进族群 刚刚的金硕 现在的金可 都是投信作帐的题材 投信作帐股 很明显 因为在上面那一排投信作帐股当中 看到他加码很多 是啊 没错 他就是这个持续在做加码 所以比方说像是威风 那上礼拜的话也有投资朋友在 我们YouTube来问我说 那威风有没有机会变成是投信作帐股 其实他就有这样一个背景 或者有这样子一个气势 所以上礼拜的时候 其实投信连续买了4天 然后结果把威风 买了4天上涨42%多 的这样子一个很凌厉 42% 是啊 因为他10% 10%的话 就不是只有40% 因为他有可能会 第一天10% 然后第二天的10% 就比第一天10%更多 就这样子一个倍数 那不过无论如何 我们回到威风的身上的时候 其实可以刚好把我们最近 交给大家的一些观念 跟操作的方向分享出来 那包含了像是基本面 这个标股转机的形成 那就是确定个股的基本面 趋势成长 然后甚至你要看 那个营收突然大幅创高或爆发的 然后赚很少的变赚很多的 然后再配合技术面转强 然后股价开始会做狂飙的 这样一个动作 那威风完全都符合 而且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其他的相关部分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他会被主管机关 因为短线账面涨多 所以要求公告自结束 所以他就会有去做 重训的这样一个公告 那我们先看一下威风 因为前一阵子 他在下跌的那个过程里面的话 有人问我说 那威风是不是因为营收 那个没有在大爆发的关系 造成它的下跌 那那时候我就有跟大家提醒了 其实威风不代表 不叫做是他营收没有爆发 而是因为他的产能 就受限了这么多而已 因为他是跟台积电拿产能的 拿金元产能的 可是现在大家都在抢 那个金元大家都在抢 所以那个威风这个时间点 抢不赢别人的时候 他的营收就只能这样子 创高再创高 就是默默的慢慢的去做创高 但是他的营收没有办法大幅的去做爆发 那这不是问题 原因是因为他叫做是有单 然后出不来 而不是就是那个订单流失 或怎么样一个状况 胜货是我们可以掌握到的 这个我跟大家讲那个内幕 就是威风 他下半年有新的产能会进来 所以也因为有新的产能进来的时候 我可以乐观的跟大家说明说 他下半年的这个爆发的这个程度 会远远高出市场的预期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你如果今天有看我们节目的 那个投资朋友的话 真的赚到了 可以留意一下 好那留意一下 来那继续讲下去的话 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他因为真的短信上面涨多 所以被要求公告自洁 那他的五月单月赚了1.03 那如果以他Q1只有2.74来说的话 其实他的五月单月 已经跳到一个月一块钱了 然后胜货是说 如果就按合理来估算来说的话 其实他今年的EPS赚个10块钱 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胜货是明年 也因为他的新的产能开出来 然后新的这样子一个 就是整个量产的新的USB4 高毛利的这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明年的这个EPS 有机会翻倍到20块左右 那这个也是有看我们节目的 才大概可以了解到 我们目前掌握到 威风的基本面的状况 超赞 是然后另外的话呢 这个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上个星期上涨大涨的过程之中 会发现一件事情 竟然威风他的股东人数 就是有一些小户散户小股东 包含零股的一张到五张的 五张到十张的这些 就是这些比较属于少 少持股的这些人 这些投资人的话 都被洗掉 真的就被都被洗掉了 因为他的那个筹码 就是这样子相对安定 相对轻飘飘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来说的时候 他几乎基本面完全符合的 就是标股的特性 然后呢 技术面也是现行轻飘飘的 那这个是我觉得威风的部分的话 可以跟大家做这样子一个 很完整的一些相关的更新的这样的资讯 那 大人跟我做一个问题 那如果听您这样讲完的话 威风现在已经创新高了 我们怎么样可以判断 威风是否还适合进场呢 那这个适合是不是进场 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可以跟大家说明了 会员权益 会员权益 那但是今天的威风 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又符合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如果有一档个股叫做是爆量 然后高档 然后长上引线的时候呢 那他难免短线上面 会有一些些的这样的讯号出现 叫做是 恐怕要有一个短线上面休息了 可是如果就长线来说的时候 那他依然是非常看好的这个一个威风 那所以如果我觉得 可能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下一个很好的买点的时候 可以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做掌握 OK好 所以如果有兴趣 想要更加了解威风电子 或者是类似这么强的一个科技股 跟电子股的话呢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大人哥了 Liant 小老鼠 DA REN 888 大人哥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都是看好威风电子的 但大人今天旁边上涨的 不只是威风电子了 还有很多档是上礼拜 大人哥礼拜五就已经提过的 今天表现也很亮眼 或之前有提过的电子股 好啊 那就是因为其实上之前 就是上礼拜 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 上礼拜就是618嘛 然后618就跟大家讲说 富邦美你可以留意 我还问你买什么 我记得 是啊 所以你看像今天的富邦美 又在创新高了 那今天上涨了8.2% 然后一度到1650块 这种历史天价高价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 我之前不断跟大家讲到的 就是数位转型 因为疫情 所以让很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题材 变成基本面 都变成是数位转型 宅经济 在家工作 这些相关的个股 都是你可以去做留意的方向 所以富邦美就摸摸嘛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也有那个 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这档个股今天竟然 就写这个 好 来看一下下一档的 个股的电子股 是哪一档呢 六七六三的绿界 来 今天的话上涨了13% 竟然超过了10% 那原因是因为 它是新贵股 而且新贵 它涨跌幅没有限制 是 而且新贵股的话 今天竟然也有创高到1235块 这样一个新高的价位 那绿界 它是做第三方支付的龙头 那这档个股的话 我们之前在 我记得在六七百块的时候吧 就已经跟大家提过了 那它今天为止的话 创下了1000块 应该上礼拜就创1000块的新高了 今天继续大涨13%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目前的一个方向 它是新贵当中 唯一的千金 是 是 然后另外的话 像是九一APP 就是六七四一 那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然后你也看一下说 其实它今天也是 为什么会能够创高 原因是因为 它6月10号的时候 大概是边吧 对 没错 6月10号的地方 然后它就突然有投信进去买 那突然买进去之后 它就创高 所以这也是很清楚的 投信做账的题材 依然在做发酵 所以这个是一个族群性 就是电商的 然后数位经济的这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我发誓我做这九一APP 大人哥很早就讲了 是 那现在前一阵子挂牌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提醒过了 对 那另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也是千金股 只要是千金股在 就是千金股在去做比价的时候 那这行情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 就不容你小看它 那当然今天行情是跌的 可是今天的力望 一样去做就撞高 一度涨停 那这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力望它就是被错杀的爱屁股 因为那个力望它没有中国的单子 或者说它的单子 它就是很平均分散在 全球的龙头大厂上面 所以不用担心它因为什么 那个美中之间的纠纷 那个摩擦 然后影响它 它有一些订单的成长 所以是力望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6279的预太金也创高了 当然不要问我 这边能不能去做追高 因为追高不是我会去做建议你的事情 可是这些很好的股票 趋势成长的股票 都是你可以来做留意的部分 所以今天预太也是上涨的 是 好 节目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赶快把握一下时间 告诉我们台积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它的评比变成了580元 好 因为其实上礼拜五的时候 对礼拜五的时候 突然就突然出来一篇新闻 说摩根斯安利的分析师 他说他调降了台积电的平等 那调降理由的话 不外乎像是毛利率说 不会维持在这种相对高的地方 或者是说 那个涨价的效应的话 也会在Q4的时候告终 或者是说 这个时间点台积电的值率率 就是3%而已 所以他把台积电形成叫做 Dent Money 那就是你投资在台积电 不会有太大的好处 那他就把它平到580块 这样一个位置 可是我觉得一个大方向给大家 就是其实我认同这位分析师的一个看法的一半 那为什么叫做是一半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之前其实我就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台积电的这个现行 台积电的现行 它就是几乎在这边去做整理的 所以无论你1月买2月买3月买4月买5月买 一样都可以买到一样价格的台积电 像今天又回到了583块了 那往上涨的时候就到600出头又有压力 所以台积电它就是很好 它就是权王 它就是全球技术领先 可是股价表现来说的时候 它就会被一些压抑者 那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一档 不得不去做的一个控盘的工具 所以我认同它这个部分叫做是 那个这时候你如果投资台积电的话 你真的会很辛苦 那但是我比较持保留态度的是 这个所谓580块的这个目标价的地方 因为如果真的像今天583了 那580块应该是蛮快有可能会触碰到了 甚至是说再往下跌的这个过程之中 我认为它台积电不会是卖点 而很有可能是一个下一波 很有机会的你可以买到的一个 不错的买点的这个地方 那原因是因为台积电怎么样 它今年就是赚23块24块左右 然后明年会继续成长 后年会继续成长 因为全球不能没有它 然后对 而且甚至我们疫苗也要靠台积电 甚至它要帮我们去买疫苗 我好兴奋 我真的蛮感谢台积电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的精神的 那当然它的那个护国神机 护国神山的这样子一个 全球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来说的话 它依然在这边 然后呢如果有低阶的这个价位来说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很好的这个低阶的价位 所以580块我反而觉得 那个能来的话还不错 然后呢不过当然520块你就算买到了 那你可能也是很难有一个 比较属于大幅成长的这样一个动能 就是很难有这样的一个 大幅爆发性的这样一个获利的部分 那如果要一些获利的部分的话 就是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我会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这个市面上呢 大家都已经知道航运股的好了 人人都是变成航海蛙 但是呢重点是有一些叙事待发 甚至已经悄悄上涨的电子股 你绝对不能够错过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加入大人哥的 Liat跟Teragram 请大家加入手机拿起来咯 请加入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每天呢在Teragram呢 都有大人哥所写的这个盘前解析的部分 Liat则是放在这个记事本的部分 让大家呢可以作为一天台股的参考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跟着大人哥 事先先来布局 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玉太啦 威风电子啦 这些电子股 你都不想要错过的话 还有同志跟以胜KY等等啊 如果你想知道 到底有什么电子股 是我可以入手 我可以先来布局的话 请大家呢也可以 加入大人哥的会员团队 请拨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来询问我们的同仁 都会有我们同仁来服务您 或者是在Liat上面 你也可以直接留讯息说 姓名电话 以及告诉我们的同仁 你想要加入大人哥的会员团队 就会有专人来协助大家了 我们也非常谢谢大人哥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自负投资风险